欢迎收看 如何在优衣室上以席家家做pivot point 精确旋转 第五课 首先我们开启虚幻引擎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 J3 对J3的pivot点旋转 那么首先我们要确认 J3对Y正方向旋转 跟J2一样 那么我们右手定则的正方向 J3是不是跟J2也是一样 那理论上是应该要一样 那么做完 set relative rotation之后 我们要做个调整 再来set relative location 好 我们直接大纲点 roba rotation 1 然后这边出现 join control join number 2 location 那我们今天做3 那我们今天做3 所以把这个改成3 那么J3也是对Y旋转 所以只有Y这个字有效 好 我们现在把席家家程式 用OpenVisual Studio 把它漏进来 把它漏进来 那head 我们定了join number的参数 还有rotator 还有rotator 6 rotation 旋转 syz的角度 还有F vector the pivot location 翻用性 那我们继续讲J3 那我们继续讲J3 的rotation begin play 假如join number等于1 else ifjoin number等于2 那J3 跟J2一样 所以我们整个招钞先 然后用修改的方式处理 复制 Ctrl V 好 那么 else join number等于等于3 的时候 我们先让 new rotation 把它存成 new rotation save 那么全部set relative notation做完 再把new rotation save 还回给new rotation 那存好之后 我们就因为只有对 y pitch 作用 所以我们让new rotation 点raw s 还有new rotation 点压 对z 设定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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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float yradj3,rad3,sj3,yj3,zj3 那sj3,yj3,zj3是什么? 就是经过vector运算之后 syz的结果 那他经过vector计算怎么计算? 就是原先的向量从原点上来到p3的pivot点 我们叫他做vectorp 那么这个向量经过ry的运算 ry就是440的matrix 那么ry 那么y是不会动 所以就相当于 在sz平面上的一个 2d的旋转 那本来是垂直的pivot 像正方向转的45度 那这一点跑到这里 那对原点的位置 从原点做个向量 到新的位置 那我们要修正 这个新的pivot点 回到原来旧的pivot点 那我们就要颠倒这个向量 减号 点倒之后呢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向量 原来的向量就知道 第三点的pivot点 那就是vp 那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vector sj3 yj3 zj3 那440 后面应该有一个1 我们就 简单的表示 就这样子 所以现在定到了sj3 yj3 zj3 就是他的运算的结果 那你会问 那么yrate3 是什么意思 因为sinecosin是radius 而我们的 neurrotation 是degree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degree 变成radius的运算 所以 开了一个变数 yr ad 3 那他的 做法就是 neurrotation .pitch 乘上3.1416 就是pi 出上180度 就变成radius 那 sj3 等于pivotlocation.x 乘上cosin yrad3 加上pivotlocation.z yp 乘上sine sine rad3 然后 然后加pivot.yp yp yp在s分量 是pivotlocation.x 那ry旋转的时候 y值永远是0 因为他只有在sz平面上 做rd的旋转 做rd的旋转 那sj3等于 foo的 pivotlocation x乘上sine yrad3 减掉pivotlocation.z 乘上sine yrad3 然后 加原来vp 就是pivotlocation 在z的分量 好 那 结果运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用 fn3 减号大于负号 setrelativelocation 对parent 做相对运动 那么pivot就是fn2 那么fvector 的三个向量 值 s接3 y接3 z接3 写到后面 好 那这样子程式就改好了 改好了我们来controll shift d compiler 好 好 那么这里我们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pivot点 我们超过来的时候 这个syz的pivot点 是j2的pivot点 是j2的pivot点 所以我们要 把它改成j3的pivot点 去哪里找这个资料 我们现在 整个城市是由cmscapp 转过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 打开cmscapp的csv档案 就可以获得 这些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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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系统还在Component 我们现在来把J3的匹配点找到 那现在范拉克7106.csv档打开 那么fn3axxd3走 所以就是J3 他的SPV点 s150换成虚幻引擎 就是-150mm 就是循环引擎的-15cm 那么Z Y是0 Z就是改成循环引擎的话 就是143.5 好 好,那么Component成功 那这个改完 我们再Component一次 那X-15.0 OK Y是0 OK Z改成143.5 好,改好了 再Ctrl-Shift-B Component一次 第二次 那第二次Component就会比较快 好,已成功 那么回到虚幻引擎 点选世界大纲的 Lovar Rotation 1 然后Join Control 栏位 Join Number 3 那么Y45度 Z虽然有值 但是 在这里 我们让 Lovar Rotation的S 跟Z 都把它设定0 只有 它的Y值 会做 Ctrl-Relative Rotation 好,那么 这些值设定好了之后 我们就 开始跑 那如果 是正转 45度 它应该摆到这个位置 因为 接三在这里 Join在这里 那如果 摆倒了 它是阳 昂首的 45度 我们Play就可以看到结果 那么果真是向前起 所以正确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Pivot点 经过我们的城市 的处理 它是正确的对J3的Pivot点 做好旋转 好,那我们现在来对Join No.3 给它Y-45度呢 那它应该是抬起来走 好,我们来看对不对 Y的阳 J-45度 所以它向上抬起来 45度 所以J3 Join No.3 对J3的Pivot旋转 那么完全正确 那我们今天 第四节 那么就到这边结束 那有兴趣的 收看的 欢迎订阅 再见